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的罢工参与度特别高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有38.5%的教师参与了罢工 根据第一初级工会的数据 这个数字是75% 这是自201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动员活动 让米歇尔布朗凯宣布 国家教育系统将通过采用补录名单 也就是竞争性考试名单上的人 为小学增加3300名合同制工作人员 他还提到招聘教育助理 以及校长的行政支持人员 招聘人数的细节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但部长承诺将有几千人前来帮助处理危机 教育部长还说 500万个FFP2口罩将在学校系统中分发 特别是幼儿园老师 因为他们面对的孩子不戴口罩 关于二氧化碳传感器 教育部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让米歇尔布朗凯回顾说 这是地方当局的权限 同时强调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基金 以支持那些难以获得传感器的社区 教育部长说 他已经向各乡镇各省份和各地区发出信息 国家可以在他们身边提供这一重要设备 让米歇尔布朗凯还研究推迟 通常在三月举行的中学毕业会考的 专业教学测试的可能性 国民教育部长将与代表组织和中学生活委员会协商 分析将其推迟到六月的可能性 原定于下周开始的一年级学生的年终评估 将被推迟到与工会确定的日期 法新社从法院了解到 巴黎行政法院周四暂停执行地方法令 该法令规定自12月31号起 在巴黎户外必须佩戴口罩 这一决定是在凡尔赛行政法院 暂停一项类似命令后的一天做出的 在法国上述首次 法院称该措施是对个人自由的过度不对称 和不适当的侵犯 巴黎行政法院补充说 有关首都警察局为应对奥密克隆变种的出现 而出台的这一命令的决定将于周五公布 当法新社记者联系时 该警察局在收到该决定之前保留其回应 为暂停该命令辩护的 让巴基斯特·苏费龙对法新社解释说 由于这项法令既无必要 也不严格相称 法国行政法院希望暂停该命令 综合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和印度时报13号的报道 一辆特快列车在印度东部坠毁 几节车厢脱轨并翻倒 事发时有1000名乘客在车上 至少有5人在事件中丧生 超过50人被送往医院 事故发生在周四的印度西孟加拉邦 当时比卡内尔·古巴拉提快车 在多摩哈尼镇外出轨 来自现场的录像显示 有几节车厢离开了铁轨 其中有几节翻倒了 列车的一节车厢坠毁 被挤出并且越过另一节车厢 这两节车厢似乎都被严重损坏 一些乘客在撞击中被弹出火车 据官方数据 至少有5人在事故中死亡 50多人受伤需要住院治疗 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晚上 最终的死伤人数可能会上升 目前还不清楚事故的原因 因为没有立即提供关于事故可能原因的官方信息 幸存者告诉当地的媒体 列车出轨前有一个巨大的噪音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1月12号 加拿大魁北克武装部队成员 协助医务人员帮助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据报道 受奥密克戎新增感染病例飙升的影响 加拿大魁北克省决定向出于非医疗原因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征收健康税 截至12号 魁北克省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9000例 住院人数达到2742人 其中255人在重症监护室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8号 丹麦当地孩童接种新冠疫苗 据报道 当地时间1月12号 丹麦卫生部长马格努斯·霍尼克表示 因奥密克戎毒株导致感染病例激增 丹麦将于本周晚些时候 向易感染人群提供第四针新冠疫苗接种 然而 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 没有数据支持这种做法 目前还需要等待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更多信息 当地时间2022年1月12号 美国新泽西州 超市的一些货架被一扫而空 据报道 受新冠疫情与冬季恶劣天气影响 美国各地超市出现严重物资短缺 报道称 奥密克戎毒株致感染者激增 生产和物流运输工人短缺 同时多州遭遇暴雪等恶劣天气 导致运输路线严重受阻 超市货物延迟送达 当地时间2022年1月13号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超过2000名军人开始从哈萨克斯坦撤军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吉安组织维和部队 开始向哈萨克斯坦执法机关 移交其保护的设施 俄罗斯国防部还指出 吉安组织维和部队 开始准备装备以返回常驻地 当地时间2022年1月3号 韩国首尔 韩国在野党正义党总统候选人 沈湘丁在大选对策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在野党正义党总统候选人 沈湘丁1月12号突然失联 全面中断工作日程 且闭门不出 其竞选团队高层13号决定集体辞职 分析认为 沈湘丁突然失联 与其支持率暴跌有关 民调显示 在四名主要总统候选人当中 沈湘丁支持率排在最后 仅有2.2%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